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 让我们来关心花莲县议会所进行的县政总咨询议程 县议员胡仁顺在咨询过后是送上钢盔给县长徐真卫 期盼徐真卫能够带领花莲乡亲勇敢的往前冲 同时也要徐真卫勇敢的做自己 花莲县议会第二十届第三十定期大会当中 胡仁顺针对灾害应变以及灾害防治 以建筑 锦销 农月观光四个面向 向现场徐真卫探讨如何强化城市的韧性 胡仁顺表示 花莲以观光立宪 坚信不要做好防灾应变的准备 并且向现场徐真卫提出包括 撰写专案计划到中央部会提报 花洞基金及透过先因算组理编列全线集合式住宅 分成优先顺序分连分歧来办理等措施 当灾难来临时候我们这个路也断了 那交通不变的状况下 我们应该要来强化我们自己本身 城市内的这个内需 那尤其我们饭店旅馆民宿 那小吃业者甚至市场夜市跟商圈 那这一些非常多的我们的县民都长时间的仰赖我们的观光客 那是不是在灾难来临同时的之前我们能够预先准备 甚至我们可以由我们县府来提出 比如说在这一次由我们县府来发动我们所有的人民团体 县外观摩的部分都改由县内观摩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能不能再提供我们所有的县的观光预算 能用在我们县民身上 那也能够来刺激我们县民 能够到我们本地自己城市内所属的乡镇市 来做旅游的这样子的方式 2006以及0403大地震发生之前 都认为我们住的房舍都是安全的 不过在此次地震以后 我们发现在88年也就是921之前起造的建物 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我们的住屋也受到严重的挑战 安全上面确实有一些疑虑 那我也提到 是不是能够纳入我们花莲县的重大建设 那由我们县府来撰写这个计划也好 或者提包花冬基金 那甚至由我们县预算 在不排挤预算的状况下 能够逐年编列这个落成补强的预算 来分年来分级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我想持续的做 总是有一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花莲的住宅变得更安全 而在观众部分 只是建议现场许正会应先行规划 在后的复建工作 提出这段过渡时期的观众方案 以提振花莲经济 互乱升级送上钢盔 决于现场许正会带领花莲乡亲突破困境 勇敢往前冲 记得专业话说不道